我们来看到这个前助理国务卿罗素 说美中台的关系电线 已经没有剩下多少绝缘体了 不难想象因误会接错线而顶火 插枪走火 所以介大使 我是赞成他的说法 因为现在两岸是 随时都可能爆发战火 随时 随时因为在英文的话 他也走偏锋了 他也就是在赌 赌我觉得他就是赌美国 就是反正要到给你美国 给你逼着叫你到时候 看你还有什么选择 还有什么路走 反正了不起就是我失败 可是如果说你美国的话 你要如果也加入战局的话 那他就可能成功 我想就是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 10月9号讲话 也讲得很清楚 他加了一个新的条件 台独不但是 统一的最大的障碍 他还加了一点 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推敲 他就是说民族复兴的 最严重隐患 隐患不说还很严重 严重隐患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呢 我的解读就是说 你现在蔡英文你是站在 全球美国筹主的这个 反中抗中 这个义中联盟里面 你不但是其中一员 你还是里面最活跃的一员 你比别人还激烈 你比别的国家还激烈 你还要把自己搞成什么 搞成什么刺猬 又去买攻击性的武器 然后呢还有你这个阵营里面 还说要怎么样 要把飞弹要打到三峡大坝 然后呢我现在飞弹什么 我现在天天什么九棚基地 哇一下又传出来 射了一千多公里 然后再说上海 什么大城市都在射程范围里 攻击城市 你想想看 这个维养战争罪 这个很清楚 这个日本的首相 对于要不要部署 所谓的中程导弹 都还在那边辩论了半天 他也很政府里面 有些军事专家 就这样公然堂而皇之 就做这种的 做这种的发言 你想想看 所以他在说 他民族复兴的 大陆民族复兴 也就是中国的民族复兴的 严重隐患 这个比你长期巨统 事实上我认为还严重 所以用军事手段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已经除了用军事手段 我别无他法 这个是在反分裂国家法里面规定的 就是说和平同意完全无望 对不对 或者台湾已经明确走向台独 对不对 那你现在民进党说起来 他也没走台独 你法力台独是什么 法力台独就是把中华民国 这个宪法从中华民国 改成台湾共和国嘛 那蔡英文他已经明讲了 我就是中华民国玩到底了 对不对 我也没有要修宪 这一次马上今年的修宪小组 你看他一个字都不动 他连这个连中华民国国土范围他都不动 对不对 所有都不动就是用中华 那在反分裂国家法的话不会 那事实上为了统一而直接用武力去逼统的 这个本来对中国道来讲 他可能就认为是比较不利的一个做法 因为中国人做事基本上都讲到什么 也不能讲因缘俱足 起码要水到取成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想大陆过去改革开放的成功 整个国家这个 快速串升的这个 给他很强的信心就是说 时间站在大陆的一方 所以在统一上 大陆并没有定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 也没有随时都把什么 都把这些压力做成促统的主要的手段 那还是有很多怎么样 还是有很多像ECFA还有很多 你看两岸关系民进党上台以后 改变多少现状 第一个9月1公司都不要 大陆的ECFA还是照样 很平稳的摆在那个地方 对两岸的经贸还在不断的增加 我想大陆想法还是说 等这个经济很多地方都直接都融合在 统合在一起 更强的互赖性的话 那统一不就水到取成吗 对那我更富裕以后 台湾的人民现在下一代他觉得 我大陆的体制也是很优越的 我去中国大陆发展 我赚的比大陆还多 在台湾还多 那我干嘛要反对统一 有这种美丽的憧憬 现在出现一个美国为首的 这一个整个全球反中联盟 你看看我们这个蔡英文政府 那不是一个激烈的 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拥护者 他根本就是投身里面去参与 那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短短时间 也没有说把蔡英文政府武装到牙齿 可是丢来的武器 真的你连消化都很难消化 就是很快要把你武装到牙齿 那所以这个所谓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其实回过头来就是说 事实上台湾对大陆已经采取攻击性的做法 你今天不是你大陆对台湾 才不采取攻击性的做法 台湾的左座所谓的大陆 都已经是非常造成有攻击性的威胁 有一种步步进逼的这种威胁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大陆考虑到 是不是用武力 那么就变成一种超前部署 而不是一种备而不用 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为什么要超前部署 因为再这样下去 现在大陆我认为整个军力 攻台的军力已经具备 可是未来三年 这个两岸的军力的对比 是有利于台湾 不有利于大陆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把大量的武器丢到台湾来 对不对 然后在很多外交上军事上 都是一招一招 把蔡英文政府 让她觉得越来越有信心 讲这什么互不隶属的这种硬化的 那所以从大陆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严重隐患 虽然不明显 可是是一个幻 幻在这个中国字里面已经是一个 不是一个不具体的 就是一个幻 你是一个我的心腹大幻 或者什么幻 你是已经造成威胁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目前这两岸情势 我觉得从习近平的这个发言里面 我觉得已经看出来 大陆对这个局势的这个定义跟观察 已经有新的诠释跟新的发现 那这种新的发现 再加上美国在旁边不断的 扇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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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纽约时报写这句话 也是扇风点火的一部分 就不断的扇这个风 那最好的情况就是 美国人最符合他的利益就是 到时候两岸真的就动起舞来 那么美国那个时候就露出真面目 就在旁边怎么样 地茶倒水 可是他不会出一拼一拾 然后最后还在里面讲评一下 这个打得怎么样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西方国家 以美国为首 几百年的帝国主义传统 如果这些招数都不会 他们就有愧于他们 这种帝国主义优 也不能说这种根深蒂固的 这种战略跟战法 那么现在正在一个一个布局 嗯 太称了